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哦 相信熟悉斗罗大罗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这个以视力维尊的世界上 主角唐三身上的光芒是非常大的 不仅拥有两世记忆 还有双生武魂和显天满魂力 这些天赋让他在后续的发展中 更是超会常人的 片面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 主角前妻 一直在修炼他的蓝银桥武魂 浩天锤仿佛被遗忘了一般 而大家对此是非常不明白的 浩天锤作为天下第一期武魂 没什么不实用的 附加魂魂更不要随意使用锤子 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不得如此 而到了后续 主角成为封号的我之后 实力已经足够强悍 可以保护自己了 因此 该给浩天锤武魂附加了第一个魂魂 但是这个魂魂后续是非常惊险的 当时泰坦巨猿在青斗森林 遭到了五魂的追杀 因为知道躺三跟小五的关系 也不想便宜别人 所以只好陷进别的躺三 魂巨是泰坦仓穷炮和大碟之力 一个是能量攻击 技能直接掉到 而另外一个 是针对重力的控制领域 魂魂年线是红色的十万年 而众人得知这个魂魂年线后 也可能了 没想到这么强悍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直接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